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中低阶的智慧型手机当道 让IC设计厂联发科接单不断 新晶片产品齐发 也让后段的封测 像是日月光细品营运获得支撑 那载板厂紧硕 晶圆电和细格同样维持成长动能 中国智慧手机市场百家争鸣 其中又有售价低于1000元人民币 只合台币约4800元的手机成长最快速 这上当第三大电信商祭出补贴方案 刺激中低阶手机销量 让联发科营运大进步 联发科应持续导入新产品 其智慧型手机需求畅旺 一周贡献将超越功能型手机 联发科今年进攻态势明显 下半年还会密集推出多款晶片强势 顺势带动后段封测双雄 营运获得支撑 不过由于晶圆代工龙头 台积电法说会预告 下半年通讯产品降温 日月光细品会不会面临订单 下修命运成为观察重点 加上我们本身在整个高阶的制程上面 有一些进步 我想整个来讲的话 还是今年是有成长的一年 我们很有信心 所以预计下半年 下半年也很有信心 另外在载版厂部分 包括细格 晶圆店 锦硕 下半年成长格局不变 锦硕今年拿下联发科 28奈米晶片订单 几乎百分之百全包 第三季载版业务 渴望维持第二季成长力道 林宋全副 台湾